明顯的加速往北邊走 預估在這個颱風影響的期間 其實我們的風跟浪都比較明顯增強了 不過下一個情況主要都還是受地形的影響 我們可以先從這個衛星圖上面可以看到 整體颱風中心 它北邊的雲系相對來說並沒有像南邊的厚實 我們從色調強化圖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件事情 颱風中心其實目前在我手指的這個地方 南邊的雲系紅紅的一塊 相對是比較厚實一點的 北邊其實它的降雨來說的話 都是主要受到它的外圍環流跟地形的影響 所以有些潛的對流在這邊下雨 造成北台灣今天下雨的情況是比較明顯 整體來說在颱風的中心以北的地方 因為帶來太多的乾空氣 所以說其實下雨的情況並不是那麼的密集 透過雷達回撫圖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這件事情 從雷達回撫圖可以看到 颱風的中心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靠近台灣這地方 只有一條一條這種雨帶進來到台灣附近 那麼隨著雨帶進來 跟地形的交互作用 現在下雨最明顯就是我們從早上一直提到現在 就在北台灣地區 特別是在山區的地方 北部山區宜蘭山區目前其實大概都是針對這些地方有發布豪雨的情形 整體的環境要開始明顯改變 可能要等到今天的下半天或明天的時候 颱風北邊的雲系才有機會再逐漸的厚實起來 到時候對整個台灣的降雨會造成更明顯的影響 不過今天整體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雨量集中的地區都依舊還是在北台灣地區 到今天晚上的時候 中部山區或南部山區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比較短暫的下雨 真的比較密集的雨量比較明顯的雨量 明天開始一直到後天的上半天要特別注意 尤其明天一整天 包含北部地區到中部山區都是要特別注意的情形 另外在浪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在黃色地方包含藍雨台東富貴角 代表是目前有灌測到長浪的地方 但是即便沒有長浪 其實台灣整體附近的浪高都來到三米以上 特別在馬祖七美還有富貴角這些地方 甚至都有三米上的浪高 目前富貴角大概觀測到接近六米的浪高這個情形 提醒大家還是不要到海邊活動 海邊活動或者在海邊活動的時候還是要特別注意安全 至於風力的部分我們透過跟自動觀測站的一些 觀測結果我們來看到 這是台灣附近這些鄉鎮有一些自動觀測站觀測到的數據 那今天下午兩點以前最大陣風的觀測 包含在北高雄這個地方 一路向北 到基隆北海岸 宜蘭甚至宜花交界的地方 這些地方都有觀測到大於八級的陣風 另外在馬祖 澎湖也都有八級陣風出現 這顯示 颱風雖然離我們很遠 可是整個西半部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 西半部地區 不只沿海地區 更內陸一點的地方 其實風 都也是特別明顯 而且在中章這些高架路段 開車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風力 也是非常的強 最後為大家整理 天線上的小叮嚀 我們預估在明天 北部山區都還是可能會有一些接近大豪雨的機會出現 另外在北部東北部地區 中部山區要注意會有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情形 另外 持續提醒大家 沿海風浪是明顯偏大 西部都會有強風 另外 我們還是預估颱風的暴風圈 未來在北上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 它的半徑可能會有持續擴大的機會 另外它的強度未來也還是有持續增強的空間 不過它的路徑的不確定性還是比較高一點點 請大家去關注我們的最新氣象資訊 以上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氣象資訊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